娱乐周到无需客堂 张伯芝喜欢生孩子 所以去国外人工受惊 三胎儿子没有父亲 由于谢霆锋与王菲已经多年没有合体 出现在公众视野 所以还一度有了谢霆锋准备和张伯芝复婚的谣言 不久前谢霆锋与王菲大方牵手机场 不惧镜头 王菲甚至友好的对着镜头挥舞机票 显然是在和粉丝们打招呼 视频一出现立即占据了流量前几名 吃瓜观众们这才恍然大悟 人家风飞一直低调的好着呢 风飞分手的传闻 显然都是那些不嫌世大的媒体 意想拼凑出来的 据说这次是王菲陪谢霆锋去香港工作 入住了谢霆锋的家 谢霆锋在港逗留五天 他没有工作的时候都在家陪王菲 工作一完成 谢霆锋便和王菲一起回北京了 还有消息说 谢霆锋直播的时候 王菲意外闯入镜头 这是故意的 还是故意的 人们眼中那个清冷孤傲的天后 在谢霆锋面前 不过是个善解人意 温柔似水的小女人 从2014年风飞复合 至今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 时光荏苒 十年的光阴并没有磨灭二人的爱意 这就是灵魂伴侣才可能有的默契吧 风飞机场秀才出现 就有媒体借机去刺激张伯芝 问他对此事有何感想 张伯芝大大方方地回答说 我祝福他们 而相比起恩爱非常的谢霆锋和王菲 前妻张伯芝的近况 自然引起众人的关注与讨论 媒体也在这时爆出张伯芝 大闹鸡舱的黑料 让无数吃瓜网友尽掉下巴 据媒体爆料 张伯芝带着三个儿子和弟弟一家 以及两个保姆前往泰国游玩 反正十一行人因抱着孩子 战道与空姐发生争执 张伯芝大闹鸡舱和空姐等 机组人员争执一小时后 全家被保安赶下飞机 最后张伯芝一行人败幸而归 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 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因为这条信息 无论是标题内容还是配图 实际上都是2020年的事情 当时张伯芝的小儿子才一岁多 他带着全家去泰国玩 回程的飞机上 确实发生了一点小争执 但他后来有回应解释 说是因为戴口罩而遭白眼 没想到三年前的事又被当作新闻 再次推上热搜 也在近期 还有一条关于张伯芝的新闻 就是说他怀四胎了 因为做直播的时候 身形看起来疑似怀孕 众所周知 张伯芝和前夫谢霆锋 生了两个儿子 2018年他又生了第三个孩子 而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 至今是个谜 而这次网传第四胎的爸爸 是台湾主持人何孟怀 比张伯芝小八岁 两人即将结婚 网上还贴出好几张 两人的亲密合照 并且要带着三个孩子 移居内地 下定决心开始新生活 但张伯芝的儿子们并不同意 这个爆料并无实锤 媒体口说无凭 却还是有很多人信以为真 并且张伯芝与何孟怀的绯闻 陆续传了六七年 无论当事人怎么否认 依然有人相信 可网友在仔细查看后发现 这一切还真不是子虚无有 两人第一次相识 是在2016年的一党名为 女神的选择的综艺 因为当时的他很欣赏何孟怀 所以节目组总是有意无意地 组成两人的CP 一来二去 两人的感情就逐渐升温 值得玩味的是 综艺节目一般都有剧本和套路 镜头前恩爱无比 镜头后心同陌路 但张伯芝和何孟怀不同 节目结束后他大方表示 他是我理想型男友 而他也积极回应 总之两人非但没有形同陌路 还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恋人 至于为什么恋人加引号 因为他两人从未公开 北拍多次走得如此之近 但依旧对外坚称只是普通朋友 可普通朋友怎么会充当丈夫的角色 他从他家中出来 怀中抱着他的爱儿子 他和他相约逛街 两人一路食之紧后 亲密无间 一度被怀疑是张伯芝三胎孩子的生父 2019年 南方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照片 并配问 今天是超级奶爸 照片刚一发布 就引发无数网友遐想 他就是孩子的生父吗 是张伯芝的小王子吗 如果是 祝福你们快乐 大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怀疑 原因无非有二 第一 他的儿子出生在2018年年底 第二 这段时间 他们两人多次被媒体拍到 总结得有鼻子有眼 对于三儿子的生父是谁 张伯芝一直三肩其口 很多媒体都猜测 这个孩子是谢霆锋的 其实只是一想想 如果孩子真的是谢霆锋的 张伯芝根本没必要隐藏 如果孩子真的是和孟怀的 当年张伯芝为什么不嫁给他 一方面张伯芝生三儿子的时候 前面两个孩子还小 张伯芝又一直打造好妈妈的人设 那个时候出嫁显然是不明智的 另一方面 张伯芝与谢家一直关系很好 谢贤也承诺会把遗产留给两个孙子 如果张伯芝令家 与谢家的关系必然很难维系 张伯芝守了这么多年 如今为什么又要迈出这一步呢 除非发生了计划外的事情 比如张伯芝真的怀了死胎 张伯芝怀死胎这件事 还真是有侧面依据的 前两天张伯芝直播的时候 穿的衣服特别宽松 腹部特别鼓 看起来韵味十足 这与张伯芝以往的形象差别非常大 张伯芝早年做节目的时候 也曾提到过 自己非常喜欢孩子 预计会生四到五个孩子 因为张伯芝真怀孕的话 他一定会选择把孩子生下来 现在谢家的两个孩子都大了 后面的两个孩子 张伯芝一定会给他们 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 何孟怀这个时候走上台前 显然正是时候 很多网友觉得 张伯芝与何孟怀两人不合适 一方面张伯芝比何孟怀大八岁 另一方面 何孟怀与张伯芝相比 在名气方面差别太大 张伯芝是地地道道的下架 张伯芝能走到这一步 必然有他的道理 在感情方面 何孟怀能坚持这么多年 在张伯芝的身边 并且他一直没有其他的绯闻 这就证明何孟怀对张伯芝的用情很深 在家庭方面 如果后面两个孩子都是何孟怀的 有共同的血缘关系维系 这段感情还是值得期待的 只是不知道谢家的两个孩子 张伯芝会怎么处理 毕竟那两个孩子现在都大了 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 选择与谁生活在一起 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意愿吧 看到很多张伯芝的粉丝评论说 何孟怀比谢霆锋帅还很年轻 支持他嫁给何孟怀 当然也有很多张伯芝的粉丝 在评论区说了很多抹黑 王妃和谢霆锋的话 两方分手口水战都看麻木了 张伯芝在某节目中曾经表示 想找一个爱他的人 难道张伯芝的三胎儿子父亲 终于水落石出了吗 谢霆锋总算可以不继续做背锅侠了 其实广大吃瓜群众想知道 关于风飞和风之的故事 一直都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要再有什么狗血剧情 所以风飞就好好恩爱下去吧 每十年出来秀一下合体 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让吃瓜的观众又开始相信爱情了 而张伯芝与何孟怀 想结婚就结婚吧 喜欢孩子的张伯芝可以再生几个宝宝 一家人幸福地走下去 虽然风飞恋风之恋 各家粉丝所引发的口水战 经常出现在相关的消息评论区 然而人无完人 关于爱情与责任 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事 其实明星的感情也与众人一样 无论怎么选都会留有遗憾 不同的是明星感情会被媒体追踪 会暴露在大众面前 基本没什么隐私可言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明星也不是圣人 所以吃瓜观众们请理性看待 应该多一些祝福 少一点职责 其实张伯芝早在几年前 就通过工作室回应了 他和何孟怀的绯闻 工作室和后援会早已辟谣无数次 张伯芝的粉丝怒斥何孟怀 无底线地蹭热度 捆绑张伯芝为自己增加人气 至于张伯芝怀四胎的传闻 早在去年他就否认过了 称自己只是长胖了 并不是真的怀孕了 除了何孟怀之外 张伯芝三胎的生父 还曾被传是谢霆锋 甚至有人怀疑谢贤 然而所有爆料均没有证据 看来这个谜底 还是要等张伯芝本人亲自揭晓了 张伯芝18岁那一年 被修行驰相众出演喜剧之王中 柳飘飘一绝 没有演戏经验的他 受到无数的好评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张伯芝起点很高 妥妥的新女郎 反应如此好 张伯芝抓住机会 疯狂地演戏 张伯芝的付出也有回报 短短六年时间 成功坐上影后的宝座上 周星驰对他的评价 张伯芝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事实上张伯芝有演技 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有票房 很明显 他是老天爷赏饭吃的那一种人 天生就是吃演员这行饭的 相比起演艺事业 张伯芝感情方面 更是令外界津津乐道 出道至今 他的绯闻没有停止过 最让大家熟知的是 陈冠希 前夫谢霆锋 总之 张伯芝的热度 一直居高不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呀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